部落格建好了 粉絲團也有了 YouTube頻道也開了 但是卻一點成績也沒有 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從事網路行銷的教學有好多年的經驗 很多網路行銷的初學者 會關注到網路行銷的工具 通常是因為某一種行銷工具被大量的運用 並且產生了知名度的時候 才會發現原來有這個好工具可以拿來使用啊 譬如說某個知名部落客 一年賺了好幾百萬 然後被新聞報導了 那你就開始希望自己能夠擁有一個部落格 可以賺到錢 或者是某個Facebook的粉絲團 有數十萬個粉絲 得到了很多免費的高流量 然後你也開始希望架設一個自己的粉絲專業 或者是某個網紅 因為在YouTube上面上傳了影片爆紅 然後你也希望自己可以成為知名的YouTuber 後來你發現 部落格鍵好了 粉絲團也有了 YouTube頻道也開了 但是卻一點成績也沒有 然後開始去研究 別人的成功模式到底是怎麼做的 再開始去付費購買很多的網路行銷的書籍或者是課程 最後你增加了很多關於網路行銷的知識 Facebook廣告一定要學 SEO的搜尋型優化一定要會 關鍵字廣告好像也很重要 Email名單收集聽說非用不可 Linead生活圈的觸及率超高 好像不能不用 內容行銷超重要的 一定要寫部落格 YouTube影片行銷不只是趨勢 而且是現在式 一定要會 IG觸及率已經比Facebook高很多 一定要學會 Facebook的聊天機器人能夠增加自然觸及率喔 微信掌握了全中國的人口 要賺人民幣一定要學 抖音的使用者上升幅度超越了微信喔 要趕快去學 線上銷售演講或者是直播 可以一次收單很多客戶 一定要會 銷售業是不是就能夠取代官網 不用做官方網站 不用寫部落格 不用做SEO呢 官方網站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如果剛剛上面講的這些呢 你都已經有了概念 那麼恭喜你 這時候就代表你已經跨入了網路行銷的領域 所以你才會聽到這麼多懂這麼多 可是呢 當你越來越了解網路行銷真的能夠改變你目前生活之後 你就會開始去研究哪一些工具可以幫助你 在網路上賺到夢想中的收入 讓你過著夢想中的生活 但是當你知道的越多 卻開始感到越來越茫然 因為你會發現時間有限 但是工具卻不斷的推陳初心 有了無所適從的感覺 並且開始懷疑 那之前做的到底對不對 為什麼每個老師好像都教的不太一樣 我應該先做什麼呢 我從2003年開始運用網路工具創業 中間經歷過許多網路工具或平台的潮起潮落 我了解你的感受 那就像是一種見三是三 見三不是三 然後見三還是三的感覺 這種心路歷程十多年過去了 我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 見三還是三的境界 如果你現在仍然感到茫然的話 那表示你正在經歷著第二個階段 請繼續看下去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